超过200多名小贩们推着餐车 游行横跨布鲁克林桥 要是否听到他们的声音 小贩们要求纽约市议会通过1116号法案 该法案要求增加给街头小贩们的牌照 并成立小贩委员会和执法队 纽约市一年发放4000个街头食物摊贩执照 小贩们抱怨发放的太少 有人在名单上等待长达20年时间 不得已下 有小贩透过地下市场花25000美元买执照 无证照街道贩卖最高可被罚款500美元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今年6月宣布改革 停止向无牌的小贩执法 但小贩们反映仍被警察开罚单 街头小贩们也不满 疫情下纽约市允许餐厅在街道上卖餐点 或利用街道空间摆设户外用餐 让小贩们更难生存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奥利福纽约报导 先own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奥林 岩曼晚上 突然使用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奥利福约芦